来到屏东的台湾灯会 入园人数不断创新高 而且也首次在西湖打造了海湾灯区 有游艇业者趁势推出了海上赏灯 民众可以搭乘造价千万的游艇 连现在最夯的空拍机灯光秀 甚至水舞都能一览无遗 这是灯会 这也是灯会 走到哪展区都是满满人潮 入园人数不断攀新高 民众赏灯不想人几人 还能用其他方法看花灯 坐在造价千万的游艇上 以不同角度看灯会 大鹏湾有业者推出了游艇赏灯活动 透过游艇饱览整片展区 就连空中灯光秀 甚至水舞都能够一览无遗 还蛮特别的 第一次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年轻的最漂亮 为什么 因为就是它的灯跟水啊 刚好有个倒影 连接在一起超战的 台湾灯会举办三十年以来 第一次在全国最大戏湖打造海湾灯区 也被戏车是最远灯会 但业者抢转灯会才 邀请民众从海洋视角欣赏 体验不一样的灯会风光 解苏世伟 平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